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海当局目前的管理仍一片混乱 被封锁超过两周的市民已经到达崩溃边缘 除了出现民众集体抗议 动手哄抢物资 甚至传出了警察开枪以及居民在微信群聊中商量着要吃人的惊人内容 据推特网友上传的两个视频显示 上海浦东航头镇发生了骚乱 由于当局不给外地人发放食物物资 引发外地人集体暴动 开始动手抢夺东西 另一视频则显示 为了抓捕抢物资的开车人士 警察开了枪 现场一度出现开车人士与警察对峙的局面 后来该辆车子在撞上警车后逃逸 一辆及时的警车追赶了上去 网上除了流传着警民对峙的惊心动魄的视频 自6日起 还开始疯传一段上海某小区居民在微信群聊天中商量吃人的信息 外媒报道 在这一段微信信息中 居民们在讨论粮食问题 有居民说 居委会就没几个人 要管那么多小区 抗议都不够人 哪有人管我们吃饭问题 又有居民问 那我们吃什么 吃7楼那个黑人吗 并接着说 这货够吃好几天 另一位居民则回应说 吃好了才有抵抗力 没想到 这位被点名的黑人 也在该微信聊天群中 还看得懂中文 他随后用英文打字说 不要吃我 并问道 为什么你们想吃我 该名黑人 还特别发文强调 我是一个好黑人 请不要吃我 上海 有网友看了留言说 我不认为这是笑话 兄弟 保重 另外 上海已经进入了大批军人 网友们纷纷表示 就了这几天 都要倒大霉了 好日子也就一晚上 马上军管了 这就是 他们要来群人接管上海的原因 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百姓志愿自管 比他们好太多 这也是他们不准集会 不准志愿自救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们怕权力受到威胁影响 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百姓死活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 政治权力稳固才是 可悲 大上海多么开放文明的城市 在政治管制下如此凄惨悲凉 针对上海乱象 有人议论说 感觉所有人都崩在弦上 但这根弦真的说断就断了 上海因疫情封城 物流受阻 很多市民家中食物短缺 就连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也发帖求助 该员工恳请道 如果你能省下些食物提供给7名军人 他们会非常感激 知情人士说 发帖人不是以官方身份发出的呼吁 路透社经过采访沟通 了解到 美领馆员工发在消息群中的情况属实 美领馆内的驻守军人只剩下真空密封的口粮 3月28日 上海开始封城 至今没有解封的气象 突发的封城管控非常严密 连美国总领事馆的物资采购都受到影响 导致驻守在此的海军陆战队员们 在封锁几天后 新鲜食物耗尽也没有供给 只剩下罐头和军事干粮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拒绝向路透社评论驻守美军的口粮问题 在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馆一共驻扎了7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人 他们负责保护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安全 美国驻各个国家的领事馆 内部安全都是由美海军陆战队负责 实物短缺 极为窘迫 有人不得不向领事馆紧急求援 其中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形容道 他们需要一些新鲜食物共度时间 否则他们连枪都举不动了 另据《德国之声》报道 在上海拥有一家米其林餐厅的德国大厨施泰勒愤怒的发帖披露 自家餐厅从3月16日开始就被强制关门 本以为很快解封 没想到最后连整个上海都被封锁 他们已被困三周了 他称 最令人沮丧的是 不知道如此严厉的封锁 禁足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困境中的民众无法和政府部门沟通 如果你问区委会 什么时候解封 他们说不知道 政府不顾一切代价 封城多日 只是为了控制疫情 还是为了其他什么人们不知道的原因 德国大厨施泰勒在上海已生活了18年 他说 自己和太太没想到封锁会这么长时间 而且也没得到提前通知 新鲜食物早就耗尽了 前几天 军委会分给他们几根黄瓜 鸡蛋和牛奶 从未遇到过如此窘况的他说 谢天谢地 幸好家中还有些冷冻的食品和储备 但也撑不过4至5个星期 台湾空军司令部发布最新资讯 中共4月7日派遣两架歼11战机 一架运9通信对抗机 一架运8远干机 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活动 其中一架运9通信对抗机 更逾越东部空域 运9对抗机是从东沙岛 东北方空域台湾防空识别区南界 后于巴士海峡空域转向台湾防空识别区东南界飞行 再转向进入太平洋空域飞行 之后才依旧相似路线飞返中国大陆本土 台湾空军一惯例派遣空中巡逻兵应对 广播驱离 并以防空飞弹追迁 日本航空自卫队西南航空方面队的战机 也紧急起飞对应 并持续对中共军机进行监控 日本防卫省公布的照片显示 现身台湾东部海域的运9通信对抗机 应该是中共空军高新家族最新成员高新11机 根据资料显示 该机主要负责对敌送身部署使用 进行电子侦查 同时配合突击机队实施大功率电子压制 欺骗性干扰和瘫痪敌军的空中防御体系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上海疫情严重 原定于4月5日凌晨3点解除的封控措施继续延长 此前 在3月26日上午召开的防疫记者会上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增表示 上海不能封城 原因是避免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 但上海在3月27日以黄浦江为界 浦东和浦西分区轮流封锁 然而历经整整一周 鸳鸳郭市的封城后 上海疫情仍未见改善 反而再创新高 上海市卫健委4月8日通报 截至4月7日 上海在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24例 无症状感染者20398例 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严格封城对于上海城市本身的影响 首当其冲的是就业市场的冲击 他说 其实一旦封城 首先影响的就是城市的服务业 因为服务业就是依赖人员往来 封城不能上街购物 不能上学 也影响补教行业 餐饮 观光 电影 休闲娱乐 教育业等几乎都是停摆的 媒体也无法到现场采访 服务业是创造包括上海在内 几个大城市就业机会的主力 这些从业人员都是城市消费与经济运作的主流 清零政策会直接冲击到未来的消费能力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沁生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次的清零措施 恐怕不会像前几次实行清零大约半个月 到至多20日就完全控制 因为这波病毒 之变疫情太强 而且在此之前 也没有做完善的预防 上海又是那么大的城市 要做到完全的清零是很大的挑战 我认为 很有可能是清零失败 被迫不停地延续封城 最后被迫不得不与病毒共存 而如此拖延到最后 对于上海的经济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对于服务业 运输业 对于整体生产的冲击都非常大 据美国之音 引述南卡大学 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的分析 上海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占中国的4% 过去一年 只有上海的财政收支是正数 而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都是赤字 上海具备帮助或者扶持其他省市自治区的作用 一旦封城 将重创中国经济 也会造成供应链断裂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 如果单纯如同之前的封城状态 短期间将生产 销售 服务等延后 在封城结束后会出现报复性消费 一减一增之下 似乎对于全国的经济影响不会太大 但这次清零大概不会这么顺利 而且不只是冲击中国的经济 也将造成全球性的影响 他说 这会是一个连锁效应 如果无法快速达到清零效果 而继续拖延封城 将会造成全球供应链的混乱 连累到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增长 现在 美国与欧洲已经控制住疫情 正要全力复苏经济之气 却将受到中共硬是要达成清零 而使全球供应链大乱 如果欧美因此经济增长趋缓 将回头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上个月正式声明他将卸任 李克强在记者会上称 这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 虽然目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 但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经济将能够顺利渡过难关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 女政治学教授傅士卓近期在一个研讨会上指出 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习近平会在二十大上放出接班人的信号 因此习近平会继续走向连任 4月8日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报道称 近年北京政府面临的经济局面空前复杂 4月6日和7日 李克强连续两天参加经济相关座谈会议 在会议期间他表示 影响国内经济的突发因素已经超过预期 已经对经济基本盘造成了影响 时评人士钟原在大剧原撰文表示 在经济会议上 李克强谈到了经济困难的问题 如今中国内外都是坏消息 北京政府只好自己制造好消息来掩盖问题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中共政府的宣传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对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困境 和缓解老百姓的艰难处境 没有任何帮助 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 在20大前 中共党内斗争仍然异常激烈 近日在网络上再次传出一篇反习文章 署名为中国网民 批评习近平掌权期间的经济下滑 国际关系恶化等诸多问题 唐靖远说 这些文章实际上是中共党内某些派别所为 中共党内有的派别只将搞掉习近平 让中共再一次苟延残喘继续生存 从而让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也获得保全 评论人士何旭说 中共政府类似一个流氓帮派 对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 无法对社会经济做出真正贡献 中国经济只会越来越差